哈囉 大家好 我是皮尔白 好久不見啦 各位 來吧 我們今天來看一下咱們的月泳 怎麼又是他呢 沒錯 我們的S級裝備給他換上去的話 我們的攻擊力突破了52456了 我們之前釋放上我們的苦無 欸 苦無又不見了 我發現這個遊戲會有一些些BUG 就是 你看我現在沒有苦的 來我重登一次 好 那這個時候重登之後我們的苦無就出現了 有沒有 一個很詭異的小BUG啦 不過沒關係 我們來繼續吧 好啦 我們這一次呢 再不升上去的話 我怕咱們的LEGO就要把東西給他升滿了 因為我們的頂級配件箱出現了 我們的配置配件呢 現在已經來到了三等了 連這個也都三等了耶 哇哦 哇哦 哈哈哈哈 好啦 我不知道LEGO可以克制得了自己多久 所以我們就先來給他感受一下吧 52456攻跟20萬血的傷害 那我們就直接來打一下咱們的主線挑戰 最後一個關卡 欸 反正該打的還是要打啦 我的那個也還不夠多 我的基因也還只有10...10個而已吧 對 我還要再打10個才可以 而且打第一關又還沒有任何的基因 我們就來看一下 5萬多攻的一發下去可以到多少 一刀下去 165而已 300多 231 705K暴擊 346 5萬多的基礎光刀一發才346 欸 不能說才啊 不能說才 所以說假設我今天要打滿的話 一刀下去要999 基本上要在3倍啦 所以要15萬才可以 然後換個角度想 假設我們看暴擊就好啦 300多我們只要多20% 我們只要到65000攻 未來暴擊一刀就可以999K了 對 然後這樣就代表說 快要出現一個很可怕的數字了 就是只有999 對 只有999 要知道這個遊戲的攻擊增加很容易 非常非常的簡單 對 只要加攻擊 欸 我的本身可以加攻擊 武器又可以加攻擊 升級又可以加攻擊 我自己也滿想要看到這個畫面的啦 就是全部都是 999999 當然這個時候就要選大力的隊伍 都要選大力的武器了 可能就不能選像是會有流血的球棒啊 球棒雖然很好用啊 但是球棒會流血那個傷害就有點 有點哀傷 然後我們現在一刀下去是升到等級4了嘛對不對 稍微的來瞄一下 我們砍下去 欸 還是330欸 所以這個武器反而不會加強欸 對啊 這個武器的傷害反而沒有加強 但是我們暴擊是999K 那如果我今天升級 子彈的話應該也只會到 多50%而已 其實也沒有很多啊 其實也沒有很多 50% 400多K 好啦 不能說沒有很多 幹 超多 真的是超多 真的超多 我們等一下順便看一下進化的傷害啊 進化的傷害 現在還是一刀330K嘛 這個遊戲是沒有防禦的嘛 對不對 可是有時候會打210 210 31 那又是怎麼回事 對吧 怎麼會有一個奇怪的數字 231在呢 好啦 我們就再繼續 我們看一下月泳 可是其實這個時候 有月泳也沒有什麼用啊 基本上我們的傷害都被我們的追光者給壓著 對 都被追光者給壓著 畢竟追光者的傷害還是有點噁心 我們這個時候要選什麼呢 好啦 CD 突然覺得210好爛喔 我當初怎麼會一直想 沒有啦 當初我會想選210 也就是因為他爛 而且他在彈來彈去我才選啊 對啊 就是因為他的傷害很弱 然後我就可以玩一些其他有的沒的 而且他的特效也不會太佔我的空間 那現在的話 我想要全部都選強的傷害的話 就有一點小難過了 330 沒有任何的傷害 一樣 然後傷害翻倍 再高一點點 終究還是要選上咱們的無人機啦 說什麼苦也是好玩而已啦 真的 你看像打這個關卡 我上次用苦打65關嘛對不對 也是有一點不舒服 對 你看用追光者瞬間舒服就起來了 對 主要我覺得跟攻擊可能沒有什麼差了 你看我用苦的時候是4萬6 用這個的時候是5萬2 差別呢 其實不到10% 可是那個舒服感覺差很多 那是為什麼呢 那就是攻擊範圍嘛 攻擊範圍差那麼多對不對 苦無頂多一頭戲打兩隻而已 但是剛講完而已 我就被 我就被圍住了 等一下 我是不是要趕快升超了 然後攻擊力加強10% 現在是來到多少 我現在沒有辦法打那個滿血的怪物 滿血的話是368K 368 368 還久還久還久 繼續 先升好升滿再說 反正我們距離升滿還有一陣子 然後月鷹斬 這時候順便偷瞄一下好了 對啦 月鷹斬 基本上都被追光者給壓了下來 所以換個角度想啦 這應該是我覺得最強了吧 有小苦無 有小球棒 對啊 什麼都有了 這要怎麼扛 這要怎麼輸 你跟我講 這要怎麼輸 哈哈哈 來 然後是導彈 有小苦無 小球棒 又有追光者 我知道這三個武器基本上就已經夠了啦 其他武器都是多的 然後範圍又這麼大 我們現在打一刀是來到369一樣 所以根本不會增加傷害啦 根本不會增加傷害 沒有啦 還是一樣 我還是只有四條而已 順便看他光追怎麼樣 哇 你都給我這個 好啦 某組地雷 地雷傷害也是很可觀的 雖然說都是易傷 然後我們的追光劍已經打到外面去了 總覺得應該快出了吧 現在連角色也出完了 然後連道具 連那個科技配件箱也出了 增加一道劍器 應該要出裝備了吧 不然就是要出寵物系統了吧 哈哈哈 因為 碰碰法師也是有寵物系統的嘛 對不對 好 現在兩個武器 同時要準備成為超武了 那我們藍的 藍的傷害好像看不太出來 月影斬 300多K 500多K啦 很像是517K嘛對不對 571K 因為他還會增加傷害 所以月影斬的傷害是比較過分的 可是他的範圍真的太小了 跟追光者比起來 追光者真的太無恥了 那個範圍我覺得也有點做壞的感覺 你知道嗎 好 來吧 無人機 我沒有選經驗值耶 沒關係 反正這有15分鐘的關卡 基本上不是很重要 我們就是來看一下這裡有多噁心 多噁心而已 如果再不看的話 我怕雷狗會忍不住自己 對 我說實在的 我也只是忌人一下 哈哈哈 他要怎麼做 我沒有辦法去阻止他 我只能跟他說 你冷靜一點 你冷靜一點 我還沒有拍 但是通常 我也知道 課長們都是冷靜不了的 對 忍不住他們就上去了 我可能就會少了幾支片 所以呢 我們就先趕快拍吧 我也知道大家想看什麼 但是有些東西如果不上 我怕他之後就要直接上去了 我也不想多拍啦 其實有一陣子 我就多拍了很多支片 結果 我還是有很多支片沒有用 就變得超級超級浪費 我還是選擇 過一天拍一天 我覺得比較適合一點 一次兩個 哎呀蠻不錯的 兩把超五 永恆之光跟月華斬 我看我們的傷害有沒有提高 好像沒有 405 欸沒有欸 所以這是追光者的弱點對不對 對啊 他的傷害永遠不會提高 只有 初期的時候是範圍 範圍變大 然後後期的時候呢 是他的頻率變高 所以他的單下傷害 都沒有變高 所以我們要光靠追光者 打到滿傷的話 至少啦 我們因為攻擊力50%都會選 至少應該要10萬 可能8萬9萬應該就可以 如果再配合著金屬項鍊 可能可以7萬攻擊 就可以刀刀999 現在還沒有 在這裡還沒有辦法刀刀999 而且我們還有配合手套 只要他不是滿血的話 就沒有辦法 所以要到真刀刀999 可能還是要10幾萬 他滿血之後那個傷害其實給的還蠻誇張的 對啊給的還蠻噁心的 好啦現在我們又可以掛機啦 五分鐘過去了 我們現在這個東西又這麼噁心 我們的無人機升滿 欸我們再把無人機升滿 我們就先不要動了 然後我們的 月華斬 欸喔傷害有一點稍微出來喔 因為這邊怪物的血量有點多啊 到後面月華斬就可以了 好啦來吧 我們就來給他看一下吧 現在是37128 那我們就等等見 等等見等等見 我們在中間然後往下揮 這樣子就好了 37128 37128 好我們現在到了10分鐘左右 然後可以看到了 我們連小王都走不過來就往生了 哇這不愧是咱們的小苦 現在王尊過來還 完全沒有受傷 真的假的 為什麼 連傷害都沒有扣 認真 先吃 好啦我們再來升級一波 可是我東西都升上去了 我要升什麼 好範圍 然後雷電 然後 呃 持續時間嗎 好像也不需要欸 對啊我這一套完全不用持續時間欸 好啦算了 呵呵 說不要 可是也不知道要幹嘛 就選一下吧 然後足球 足球在這裡有用嗎 我忘記看一下 我等一下看一下 剛剛是多少 37128嘛對不對 等一下應該就刺激了 雷電 我地雷就不管了 隨便他隨便他 我也沒有要用地雷 我應該選速度的 好 來看一下 37128 3711 11還是11 然後28 所以我們的毀滅者追上來了 我們的勇皇之光也在往上 然後毀滅者上升的速度比較快 我們又多了一個電池 電池11欸 所以月華展真的是有一點吃虧啊 但是不是因為他弱 而是因為他在這裡的範圍 海底太近了 他算是最後一道防線啊 小怪的最後一道防線 只是我覺得他對打王而言可能還好 而地雷在這裡呢 真的是很可悲 只有一趴而已 哈哈哈哈 沒想到地雷在這裡 竟然 淪為小弟 哈哈哈哈 沒有啦 因為沒有沒有沒有 做球給他 沒有做球給他 所以其實很難這樣子說 很難這樣子說 OK好 一樣 現在10分鐘嘛對不對 我們就稍微的看一下 11分的時候 王會不會過來 如果11分王會過來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直接掛機到底了 他連65回的都可以掛機到底的話呢 基本上啊 我早一天開播 然後我們一樣就掛機 然後跟大家聊天一下 把這個給他掛好 掛滿他已經快要90等了 快要滿等了 其實上禮拜就可以掛啦 只不過拖了一下 對沒有很想掛了 那時候沒有很想開播 就是心情 狀況不美麗欸 現在的話還行了 我們就下禮拜再見吧 下禮拜再給他開起來掛一下 打一下 因為打一天應該就可以了吧 150分鐘 10場 好啦11分鐘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的王 有沒有辦法看到 就來了一隻大熊熊 熊熊在我們的最大的火力在下面 有沒有辦法看到 這感覺有點危險 他推我 但是他死了 他碰到我的一瞬間 就沒有啦 就沒有啦 這麼的簡單 好啦多一顆地雷 好就這樣 那基本上應該沒有任何問題了 除非等一下又踩到王 然後王的那個寶箱又衝過來 不然的話應該沒有任何問題 好啦那我們就等等見等等見 結果這一隻王 雖然他現在兩隻王都這樣嘛 反正一定會死 可是又衝過來打我 那其實蠻麻煩的 好啦好啦算了 我們就邊走邊升級吧 不然那邊掛機也不是 也沒個意思 就把足球 該身的都升滿 我們的傷害再給他高一點點 然後王來的時候我們就掛機 順便看一下 啊因為我的攻擊力沒有升滿啊 還差那麼一點點是不是 差百分之五十 我們的追光者打一發下去 四百多五百多 其實對啊沒有到很高啊 老實說沒有很高沒有很高 十二分還有半個小時 還有三十秒 不是半個小時 半個小時是吸血鬼 四十六 足球 哇沒有 我想要把力量增滿 我們演他最後一個 哇好啦 足球給我量子球吧 現在還有人在用量子球嗎 覺得還好了 好啦看一下 偷瞄一下 我們地雷現在應該很慘吧 量子球兩趴 地雷還有三趴耶 我們等一下量子球就要進化 已經進化了嘛 等一下傷害就要堆上去 就要堆上去 然後準備 王應該要來了吧 王應該要來了 王應該要來了 好不要動 往下 我們來看一下王在哪裡 上還是下 上還是下 上 上上上上 不行 還差那麼一點點 終究還是會死 他還是會死 但是他已經碰到我了 只不過他死不了 我還死不了 有一點 快死快死 可是其實死掉之後 我傷害會再更高啊 對傷害還會再更高 好啦 我們全部點滿了 現在是給他來到 幹真的看不到耶 真的是看不到我的傷害了 嗨 太難看了 真的是太難看了 經驗值 吃驚一下 有了 49 4個爆炸 其實也沒有什麼傷害了 足球那些也沒有什麼用了 也不能說沒有什麼用啊 就是無敵 太無恥了 我們來看一下量子球上去之後 傷害沒有變強王 要知道量子球本身傷害也是很高的 結果沒有 有啦 我們的永恆之光跟毀滅者下去了 電池反而上去了 所以 應該是量子塔 因為他們細數低嘛 他們只要打一點點傷害 那個細數就加上去了 對啊 反正要打很久才能夠讓他那個細數平平啊 太難了 至少再打個15分鐘吧 或許 不然的話其實這都不可靠 隨便看看就好了 隨便看看就好了 一開始 誰給超5 然後誰的範圍 蓋過另外一個 就很明顯 然後也要看當下的怪物是怎麼樣 對啊 不然喔 越滑轉其實很吃虧耶 越滑轉現在一刀應該都999 所以應該都999 現在沒有意外的話我們可以這樣往前衝啊 真的假的 哈哈哈哈哈哈 欸這樣還不會死欸 我完全沒有受傷欸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第60關我還可以這樣子走 這傷害有這麼噁心 認真 哈哈哈 堅持一下 好 C 好 53等 好防禦 沒有我應該加攻速才對吧 46 有沒有機會加個攻速 等一下也沒有什麼機會了 有 欸 攻速 欸 跑速跑速跑速 講錯講錯 應該是沒有機會了 沒有機會了沒有機會了 5-4 好啦結束啦15分鐘 好啦 你們不要動 所以剛王是怎麼回事啊 現在最後一關的最後一隻王 65回合 完全不會受傷欸 欸 真的假的 而且我受傷的速度跟他一樣欸 差不多欸 哈哈哈 可是他血量應該破百萬了吧 我都打了那麼久欸 這會不會太扯 好啦 2-2萬多隻 然後我們這是5萬2千攻的狀況 欸大家可以自己猜你好斟酌一下 我現在大概3萬攻上一個 10代的 雷狗的狀況 應該就可以 就可以輕鬆點過了啦 5萬攻的話 就其實只是3萬攻的兩倍 我這樣講而已 會不會被殺掉 對 其實5萬攻也不過是3萬攻的兩倍 就按照比例而言 對啊 就多一倍我就多打一倍的數量就可以了 其實 他到後面的增幅 就不會像初期那麼那麼的明顯 那麼那麼的誇張了 雖然說還是很噁心沒有錯啦 好啦 好啦最後我們再來簡單的逛一下挑戰吧 挑戰武器-50CD 怪物無法擊退 那我們就走唄 邊打邊趕緊邊跟大家說掰掰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如果還有什麼想看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一下 如果還有什麼 如果可以的話能不能給我一個讚呢 對 等一下也沒有什麼了 沒有什麼了 好啦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啦 我是PFY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啦 3 2 1 掰掰 1 1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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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